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啥叫靠谱 通俗一点说 靠谱就是说话算话 不欺不骗 啥叫靠谱 专业一点说 靠谱就是为人可靠 值得信赖 啥叫靠谱 私心一点说 靠谱就是不用防备 相处舒服 啥叫靠谱 准确一点说 靠谱就是人品过关 让人安心 谁是你身边最靠谱的人呢 作家池丽说 靠谱说起来简单 落下去复杂 听起来像感觉 做起来是原则 靠谱就是为人坦荡 做什么事都经得起推敲 靠谱就是办事儿妥贴 从不会因为诱惑 误入歧途 真正靠谱的人是最值得我们欣赏的人 在他眼里 人品比金钱重要 良心比利益可贵 他从不会因为利益把朋友出卖 也不会因为好处就算计人心 靠谱的人最正直 做事最有原则 绝对不会建立妄议 做违背良心的事 靠不靠谱从来都不是嘴巴说了算 而是行动见真章 真正靠谱的人绝对不是说话不算的人 也不是食言而肥的人 他和你说的话都是真的 你不用担心被骗 他许下的诺言都会实现 你不用担心被算 靠谱的人从不会借钱不还 也不会耍小聪明 做伤害别人的事 在靠谱的人眼中 诚信始终排在第一位 说过的话会负责 答应的事会完成 与这样的人相处 让人踏实又安心 和这样的人共事 让人舒坦又放心 三 不贪便宜 不算计 真正靠谱的人绝对不会贪小便宜 不是自己的利益不多债 属于他人的好处不多贪 自己的工作即便再难 也不会投机取巧 自己的生活即便再苦 也不会利用朋友 在靠谱的人心里 真诚是人与人之间相交的根本 绝对不会仗着对方和自己关系好 就伤害别人 靠谱的人也许没有钱 却有格局 也许没有名 却有底线 他们宁可吃亏 也不会做伤感情的事 和这样的人相处 我们不用提心吊胆 不用总是防备 不用担心被骗 你身边有靠谱的人吗 如若有 你一定要好好珍惜 值得用真心善待 你是一个做事靠谱的人吗 如若是 一定要保持下去 千万不要变坏 好了 今天分享的这篇文字你还喜欢吗 欢迎你点击一下文末 再看那样一个按钮 让更多人听到和看到吧 明晚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 我是江川 祝你晚安 好吗